在完成这个生命实相的究竟的过程中 圣贤们对于未成功者 就是你这一生没有实修实证 你丢失了生命的实相 去贪着以财的追求 色物质界的物质的追求 这个对虚名的一个追求 对吃什么喝什么的一种追求 对这个懒惰贪恋贪恋睡眠的追求 这个叫财色明失睡的追求 你如果此生只是追求这五样 传统称为地狱五条根 你往这个方向追求 最后你的生命体是个破体 把自己体内的道光 得名的能量都会耗散殆尽 最后成了一点光没有的一个黑体 最后堕落到地狱里去了 地狱是六道中最底层的 这样一个空间 因为你里面一点光没有了 纯黑了 只能到这样一个黑的空间中 去生存 叫清清者上身为天 着重者下降为地 你比地还着重 你就只能在地里面去生存 这就叫地狱 古代是这些名词概念 都是对你这个生命体内 远洁的能量 远洁的光明的量级 进行了一个特殊的描述 看到了实相之后 定处的名称 那么恶鬼道比地狱稍微好一点 畜生道比恶鬼道又好一点 那么人道是一半阴一半阳 阿修罗道是阴少阳多 但是阳里面掺杂着称恨些 到天道阳比较偏多一点 分成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总共十八重天 这是古代圣贤 无论东西方圣贤 无论佛家 道家 还是耶稣基督们 那么还是其他的这个 包括孔子的学问 都是对这个六道生死轮回 进行描述的大学问 包括这个世界 我们研究世界各本地宗教 本土宗教 得以言传几千年的这种宗教 他们里面都是对生死轮回 这个实相的描述 那么提示人们 只要你活着 你就完成一个 净明不坏身的修炼 然后可以从自己的壳子里 拖出一个金刚宝身 获得永生 这是什么 这是生命实相 但是如果没得到这样的教育 没得到这样的老师的引导 自己没有掌握好全套的技术方法 因为这里面要有一个次第的 全套的技术方法 才能确保你利用一生 把自己的身体炼成光明身 炼成金刚宝坏身 实际上这是人活着 从出生到生命终了 唯一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什么业余的事情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因为财色明失税的追求 然后误入歧途 而丢失了生命真相 所以是浪费了大部分时间 在没有用的事情上 而在真正有用的生命的解脱 这样的一件大事情上面 没有用时间 没有下苦功 所以最后导致你死的时候 你是没有完成金刚 无量光身的修炼 那这样必然有一个六道生死的轮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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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